大家好 这次我们讲一下 针刺 这个感受器感知到 这种机械刺激以后 或者针刺完以后 形成的炎症反应 神经末梢感知的这种 化学刺激 首先是感受器 感受器 接着 往上 往上 往上是 感觉神经 或者叫做传入神经 传入神经 传入到中枢 但是在中枢也需要走一段路 那我们把这个 往中枢 从感受器往中枢 走的这个通路 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同时不同的感受器 感知的不同的感觉 它的传入途径 往中央的传递方法 也不太一样 那么外在的这个感受 可以分为 潜感觉和深感觉 简单来说 那潜感觉指的就是 痛 温 处 这个主要是粗 糟的这种处境 那深感觉 主要指的是 本体感觉 或是深部的压局 这个 肌肉的张力 简切力 等等 这是正常情况之下 人体往中枢 传递 感觉 就分成了两大类 它的通路 也不太一样 那因此 我们在真次的时候 如果真次的比较 你看这个真次 真次的比较浅 假设是皮内的神经陌生 皮内的神经陌生 那么它感知的是 潜感觉 皮内的神经陌生 感知的潜感觉 通过这个 到达 几随 背景 那么可以交叉到 通过中间神经员 交叉到对侧 通过这个地方的 潜感觉 传到通路 潜感觉 传到通路 传入到中枢 传入到中枢 继续 达到秋脑这个位置 秋脑要将99%的感知 要得过滤到 只有1% 往中枢传入 那如果真次的比较深 真次的比较深层的感受器 或者真次到肌肉里面的激缩 那么它是通过 深感觉通路 刚开始没有交叉 在同侧 挤随 后方 往上传递 往上传递 传递到秋脑 秋脑又是将99%的过滤掉 只有1% 达到皮质水平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当你真次皮肤的时候 传入中枢的通路是这个 当你真次到深层的这种本体感觉 传入中枢的通路是这个 也就是 浅感觉 浅次和深次 往中枢的传导通路都不一样 那因此有时候它的治疗效果 治疗的适应征 也不太一样 那但是这里面具体 能不能明确的说有哪些 这个差别 那这是需要我们将人体的这个传导通路 你理解清楚 在不同的部位 那不同的层次 它的传递的通路不太一样 是有区别 那治疗效果然也有区别 但是同时二者都汇集到秋脑 最后达到中枢 那接着又传出 所以也有它的 共同之处 有异 有不一样 同时也有同 那么通过这个讲解 我希望大家了解到什么 浅筋膜 皮肤 这种浅感觉传入通路 和深筋膜 深层的感知 往中枢传递的通路都不一样 因此 它有它的不同的治疗效果 那最终到中枢传递 有些也是殊途同归 人体具体怎么来发挥 真次往游具体怎么来发挥 它的治疗效果 可以这样讲 我要再说第三点 人体仍然还是一个黑匣子 黑匣子 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的科学家 都在研究这个黑匣子 我们还不得而知 但是我希望 通过我的讲解 你知道 强感觉和深感觉的通路 先有不同 以后你再探知 更深层的这个黑匣子 还需要看一下 最新的研究成果 那以上 是我们讲的 强感觉和深感觉的 不同传入通路